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大俘虏后的时间里 明朝西北部边境时 常遭受蒙古势力侵扰 到了明武东时期 正德八年 蒙古小王子现时进犯大同 随后转向朔州 正德九年 再次进犯大同 同时也进犯宣复 大同地图正德十一年 蒙古小王子又进犯宣复 此次进犯引起了明朝极大的震撼 在正德十二年九月 明武东诸故照巡视回来等地 宣布与指出蒙古对明朝的严重威胁 决定亲自出征 尽管朝野上下很多人反对皇帝亲自出征 明武东还是亲自出征 自称威武大将军诸寿参与作战 九月 蒙古骑兵已经部署在御林卫周围 明武东做了重要部署 命令各大将分布在重要位置 大同总兵为王军 十月十五日 蒙古小王子已经带领五万骑兵进攻于林 十月十八日 明朝军队和蒙古军在英州交战 二十日 明武宗带领援兵从扬河赶来 二十一日 明武宗亲自率兵与蒙古军展开战斗 战斗长达六个小时之后 蒙古军开始撤退 二十二日 蒙古军西去 明朝军队也逐渐退出战场 准备把战场转移到平鲁 复州 气候突变 遇到了大风黑雾 天色看不清 明武东部队没有乘胜追击 撤回部队 驻兵大同 正德十十三年 一月六日 明武宗曾宣服回到北京 朝廷百官在德圣门外领驾 明武宗诸后赵使书记在世 扣碎范边 然不敢大陆 指的是蒙古小王子为大举进攻明朝边境 这是对应州之战的肯定 使得明王朝北部边防一段时间内处于安定状态 当代学者认为英州之战被明武宗描述成大截 实际上是一场败战 明武宗不顾边疆现实状况 滥用军功 造成边疆形势大乱 也有学者认为 应当看到蒙古小王子达延汉 在英州大战同一年去世 蒙古各个部落又出现分类状况 无力大规模侵犯明朝边境 不应该过于抬高英州之战的军事意义 还应该看到明武宗亲政 处在朝廷之外 未能及时处理国家政事 导致国家权力运行受到负面影响 一 明正德之一研究 陈涛二 正德皇帝大传 李勋编辑 契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跪墙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